闻着臭吃着香 这说的是榴莲的味道 一只榴莲三只鸡 这说明了榴莲的营养 一大只榴莲买回家 如何能从壳到肉再到糊 都物尽其用呢 健康新时代请到了中国烹饪大师 丙大厨 一道用榴莲肉做外苏里诺的甜点 家人有约 保证让您回味到榴莲忘返 想知道更多关于榴莲的健康知识 就别错过健康新时代 这边呢我们要做一道甜品了 有没有很期待 郭老师 很期待 我本来想着要吃到榴莲酥 哎呦 戴上的这道菜 比榴莲酥要简单 但味道不比榴莲酥差 名字是什么 家人有约 家人有约 为什么叫家人有约 因为这个卷做好之后呢 需要蘸一个橙汁和番茄汁 调的一个酱 番茄汁和橙汁调的 代表的是一种什么 代表这个家人 然后呢蘸着这个榴莲 有约了 有约了 真的不错 那好 我们这边看一下 用的是这种干淀粉 干淀粉 包括面包糠 包括这里的这个纸 在超市中经常能买到了 对 什么纸 糯米纸 诶 糯米纸 我们经常做这个小面点的时候 经常用的这种 现在我们先调一下馅儿 这个榴莲呢就是干那个 那个盒上剥下来的榴莲肉 哎呦 一个榴莲出来的 对 这个先放一下炼乳 炼乳 我总感觉你看在家里的时候呢 做甜点或者说做烘焙 是一种格外的享受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麻烦 不过说如果说你能亲自吃到自己做出来的面包 自己做出来的西点的话 那种幸福的感觉 只有自己能够体会的到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这是个问题 今天健康心儿带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宝 就是这个大厨 那是我们的大包 哈哈 今天往一起来做的是佳日有余 来一顿炼乳 炼乳的量大概有多少呢 这个一汤匙 咱们这一大碗的榴莲肉 用一汤匙的这个炼乳 这个淀粉大概是哪个手 这个这一个 这个就是 1月1月2分之1 加两个蛋黄 两个蛋黄 只用蛋黄 只用蛋黄 来回搅拌一下 对 搅匀 这个味道太香了 你看我们就觉得 今天做这两道菜 让你觉得特别受罪 这个罪呢 不是说你讨厌这个榴莲的臭味 而是说你反而被这个臭味 深圳的吸引毒 你想吃它 但是呢 没做好之前 你还不忍心 心念口说 对 你还不忍心直接 把这榴莲肉取下来 你得等它有最好的那个味道 是不是 很遭遂的两道菜 他准备了一些葡萄干 这个榴莲呢 它有个典故 它怎么叫的这个榴莲 就相当 很早 古代 有一群人 在漂洋过海 被冲散了 冲散了 其中有一个男女呢 溜落在一个荒岛上 这个当地的居民呢 就给他这个 居民也不知道什么果子 给他们吃 他们吃了之后呢 也就不想回家了 对吧 然后呢 就是用这个过程 就是榴莲忘返嘛 榴莲忘返 不想回家了 就是因为榴莲的味道 对 泰国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榴莲出 沙龙脱 就是他们这个 泰国的女孩 就穿那个沙龙 沙龙脱 然后呢 说哎呀 要是为了吃榴莲 把沙龙都可以脱掉 卖掉 卖掉 换成榴莲吃 所以也是很诱人的一个美食 只要是想补身体的人 都不会放过它 那么现在 我们先把这 先加一小块的 把一只鸡 加进我们这个馅里 是不是 鸡翅膀 鸡翅膀 好嘞 晚上推 起 这里呢 把它给折起来 包起来 这就像我们平时的时候 包春饼一样 对 就是一样的 就是在家里做那种春卷的做法 你看看 包好之后呢 用这个干燃淀粉 蘸一下 给它封个口 我们准备好一个盘子 在这边 必须是干的 因为这个 我们的糯米纸呢 很干燥 它吸一点点水就可 就可塌着 你看 出来一个 好好闻 其实你看 一说到这个榴莲呢 我有时候会有点担忧 因为我这个人呢 你看 壮壮的 然后看起来就是 给人感觉经历充沸的样子 火力比较足 都说吃榴莲的容易上火 所以是有的时候呢 有时候吃两块之后 也就不敢再吃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招 让我一次吃榴莲 吃个够 有没有 其实呢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呢 就是我们吃榴莲的一个最佳杂费 怎么想 也就是说用榴莲壳 或者榴莲这里面的果肉啊 煲汤和 有煲汤 因为咱们刚才讲了 那个榴莲皮水啊 就是拜火的良方 那么也能拜火 但是你要想口感好呢 就用我们今天这个榴莲的 这个白色的肉 白色肉 煲出这个汤 光用白色的肉煲 要假如不放鸡汤的话 它也是拜火的 它有非常好的 什么作用呢 可以清费拜火 特别适合于秋季进步 所以我们刚才榴莲 选了这道菜 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说 说这个水果之间相互搭配 也能够起到 拜火的作用 因为如果像你不喜欢煲汤 好像没那么多时间 那么你可以选择 最简单的 它有一个黄金搭档了 怎么讲 那么它的搭档呢 就是水果皇后 水果皇后是 谁啊 山竹是不是 没错 山竹黑果 水果皇后 水果皇后 因为山竹呢 最能对抗它的火气 可以帮它清火 所以我们吃榴莲的时候啊 不妨吃上个山竹 但是如果正好山竹没有 你要吃不上 那么你可以选择 咱们便宜点的水果 那么比如说 像我们的梨啊 梨 西瓜 这都是 也是能够帮我们拜火 走火的 所以呢 我们吃这个也行 或者实在没有呢 我们就吃点芹菜 芹菜 用芹菜 炒个芹菜吃凉拌个芹菜 那也是很好的 拜火的东西 或者喝淡盐水 淡盐水 也能拜火 淡盐水也可以拜火 好嘞 现在呢 我们这边已经都包好了 我们的家人有约 接下来呢 看一下大厨 接下来怎么操作 这个打个蛋液 打个蛋液 拍拖一下蛋液 蘸一下面包糠 蘸面包糠 对 哎呦 用全蛋 就可以了 那这个蛋液的作用呢 也是为了 让我们这个包好的 这个榴莲 这个 沾上面包糠 对 沾上面包糠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锅中 可以先把油烧上 对 先倒上油 那今天说到榴莲 刚才老师也说 这个榴莲多是容易上火 那究竟 这个一天吃多少 它这个刚刚好呢 泰国呢 因为他们榴莲多嘛 他们卫生部有一个 绝对要大家遵守的规定 就是什么呢 一个人一天 只许吃这样的两个半 两半 两半 也就是说榴莲的这个肉 扒出来呢 不能超过100克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 二两 绝对不可以超 也就是说这样呢 以防止它呢 过于上火 那一般榴莲 它比较适合什么人去 一般像榴莲呢 特别适合于那种 身体虚弱的 就像我们说病后 刚生完病以后的 病后身体恢复 还有平常呢 就体弱多病的 我们的大嘴不适合 我不适合 我一直都是身体壮壮的 身体比较强壮的 对 如果身体特别强壮的呢 我们不建议吃太多榴莲 可以吃 因为它每年到了节气 我们需要不养身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吃 但是不主张吃太多 听到没有 所以说榴莲好吃呢 也要注意量 那么今天 我们把它做的是家人有约 然后蘸一点蛋液 然后蘸满这个面包糠 这个需不需要 蘸得很厚的这种呢 对 蘸一层就可以了 薄的一层面包糠 我觉得面包糠有点多了 它的热量太高了 待会儿我们就会吸油 对 你看到我们现在 在做这个家人有约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榴莲气味啊 一直这么营绕着 然后就总想吃一吃它 总感觉好像忍不住的样子 你别看这个榴莲啊 它虽然臭臭的 但它这个味道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这个气味本身 就能促进食欲 而且呢 还能刺激我们会肠道蠕动 所以你闻榴莲味的时候 你就感觉你这个肠在 咕噜咕噜叫 的确是 它促进肠蠕动 所以呢 有很多便秘的人啊 闻味道都能帮助肠蠕动了 你看哈 我就觉得这一口 三连嘴巴里面的时候 都过瘾 是 没错 榴莲中 你看糯糯的 有没有馋到你 如果说好这个就馋到你的话 那我相信这边呢 一块做出来之后 炸完之后的样子 一定会让你更眼馋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蛋液 拍完之后 来上一点面包糠 已经准备好了这边 油 给它在什么程度的时候 是刚刚好的 这个三四成就行 三四成 低温 因为这个它本身 它就是很容易熟 那三四成的油温 怎么变别呢 因为这个油以前已经炸过了 如果新油的话呢 它是下面是开始冻 开始冻的时候就开始放进去 你看三四成的油温 它不是很劲爆 如果是比较劲爆的话 扔进去之后 它啪的一下 滋满 对 你看这还是很舒缓的 然后慢慢的来炸它 很平静 轻轻一炸就可以了 轻轻一炸就行 不然它吸太多油的话 会有点腻 它这个就是为了让它定型 让它定型 没错 那么就在我们这边 炸这个家里柳柳柳的时候呢 我们锅中呢 这个榴莲炖鸡 还在慢慢的包着 我期待着出来这个鸡的汤味呢 能够鸡汤中略带一点榴莲的香味 这时候的火控制在什么程度呢 这个小火 小火一定要小火 对 那带来看今天的 我们为了给大家带来这个菜品 特意准备一个这么大颗的榴莲 比如说我在想 这一半我们在家里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它保存呢 这个没用完呢 你就不要再把它全包开了 就这样把它放住之后呢 拿上保鲜膜 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那放的话 一个是这个这里的香气呢 它容易会发得快 再一个呢 它这个很容易找一些那个小飞虫 小飞虫 因为它这个喜甜味 它那个味道呢 这个在昆虫界 它大概它闻不到这个香味 昆虫界 它不觉得这个香味 它光味甜味 对 它就会找来的 听到没有 不要一声也得剥开哦 然后这个剩下的榴莲肉呢 其实我有一个听说一个做法呢 就是虽然打上保鲜膜 但是咱们可以把它用报纸 多包上 报纸包上 包上以后呢 它有保鲜的作用 然后呢 不用放冰箱 找一个阴暗的小角落 阴凉的角落 阴凉的角落 放一下 也能保存一段时间 好嘞 就在收花间 我们大厨这边好 已经这个扎好了 哎呦 扎完之后都鼓了起来了 对 而且鼓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榴莲糠的表面呢 有一点这个微微发焦的样子 这个是什么 这是鸡尾酒啊 这三层的鸡尾酒 对 这样蘸起来的话 它比较有层次感 吃起来很漂亮 那这杯鸡尾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红的是什么 红的是番茄酱 番茄酱 番茄上司 那这个黄的是什么 这个橙汁 浓色橙汁 浓色橙汁 好嘞 这道家人有约 看到没有 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我还要赶快迫不及待 尝试我们之前准备的这个家人有约 哦 还有没有 好吃 里面这个榴莲的馅呢 吃起来的时候 不像说传统业上那种 用这个榴莲粉来勾出来那么稀 能吃到榴莲这个果肉在 而且外皮很酥 咬下去之后呢 有面包汤这种咬感 咬的那种酥酥的感觉 下来之后呢 就那种非常软和的榴莲肉在里面 很香 你看这个是炸的吧 榴莲酥是烤的 但是这个吃起来 好像感觉比较榴莲酥 不像榴莲酥那么腻 榴莲酥它因为一层酥皮 一层酥皮其实也全是油 真的是 而且你榨上这一点点 这个我们的浓酥果汁 包括饭成酱的 还能介绍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总之今天呢 这两道特色菜品呢 都是适合你 在这个季节享受榴莲的时候来享受的 建议你在家里可以试一试 谢谢我们的饼大厨 带着这么好吃的菜品 谢谢 也谢谢我们非常好的顾老师 讲了这么多关于榴莲的养生知识 期待着你下一次 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新时代 我说大嘴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再见 这就做好了 金黄的色泽 外酥里诺的口感 丰富无敌的营养 再蘸上漂亮的调味酱 真是一口美味 一口营养的至尊享受 而且做法简单 您不妨在家中试一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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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